特斯拉降价了,而且是三合Y都降价,其中Model 3的后轮驱动版降了15500,Model Y的后轮驱动版降了7500,那么为什么一开年特斯拉就要降价呢? 我认为不外乎以下五个原因,迪马斯克对于去年的销量不满意,虽然特斯拉完成了180万辆的销量目标, 但是眼看着曾经看不起的比亚迪,2023年突破了300万辆的销量,作为新能源领军企业的,特斯拉就显得有点在退步了, 有了竞争对手目标自然也就要与对手看齐,如果2024年特斯拉的增长态势仍然没有较大提升,马斯克会遭到股东和投资者的批评压力。 第二,Model Y换新版的销量不及预期,自从Model Y在上海工厂开始生产后,Model Y的销量就开始萎缩,整个2023年,在中国市场Model Y交付45.6万辆, 但是Model Y仅仅交付了14.5万辆,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,在换新版上市后仍然没有较大改观,所以降价也就势在必行了。 第三,特斯拉的定价策略决定了这一次降价,这一次与其说是降价,不如说是恢复原来的售价。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,特斯拉的定价策略就是作为订单调节器,目前在售的叫范新版刚发布的时候提高了售价,现在完成了使命,自然就要降价,而且换新版的销量也没有显著提升,所以降价就随之而来了。 新的一年如果不果断一点的话,整年都会被拖累。 第四,国内新能源车品牌的内卷压力。 2023年国内新能源车新车型层出不穷,仅仅年底最后半个月就有几颗007小米SU7, 温介M97锐18等车型发布。 不仅有小米这样的新兴势力,也有奇瑞这样的传统车企,并且价格一个比一个低,配置一个比一个高。 特斯拉这个时候显得有一些不思进取了,那么在新车型还不发布的情况下,用降价来吸引潜在消费者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式。 第五,在新车型发布之前,尽可能提升原有车型的交付数。 特斯拉已经很多年没有新车型发布,之前一直盛传的Model R也没有太多消息。 不过在Model Y国产两年左右这个时间节,点来看,Model R的发布应该不会太远了。 大胆预测一下,有没有可能是今年的北京车展期间呢? 又或者是六七月份,不管怎样在新车型发布之前尽可能扩大。 现有车型的交付量都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本来特斯拉一直拖着没有发布Model R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影响现有车型的销量。 那么你们认为特斯拉降价是什么原因呢?